首先后面电源线 超声部换电器的线接头接好 然后温度接口接好 然后再检查一下这个开关 这个开关的话一般打到三档或者四档 四档能动作的话就打到四档 然后安静好之后 再把温度探头 从侧面孔里 放进去 然后放到那个药品里面去 一般的话这个温度探头 金属地方放一半放进去 就可以了 然后超声波探头插入页面 大概一到两厘米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安装 然后我们关上 然后打开电源开关 然后开机页面 界面选择 实际便服感是20了 就应该选择20了 如果说是22的话就加一下 如果是20的话就减一下 然后再按确定键 确定完之后的话 再按设置键进入设置程序 设置键如果总时间 像一般的药品的话 大概是60分钟 超声2秒 2.0 间隙2秒 然后再设温度保护 如果药品温度保护是40度 就设40度 功率的话 如果说是70%的功率 就可以了 70% 全部设完之后再确定 好 然后再启动开停键 好 好 感谢观看